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枫叶厨艺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豆腐虾仁蒸蛋 一块豆腐三个鸡蛋,虾仁若干 半个红青椒 这是我自己到地里采摘的野韭菜 你也可以用小香葱 现在把韭菜切成,这是最后才用的 只是一个点缀 好,我们把它切成条 好了,豆腐用手把它捏碎就可以 放点盐 再放一点鸡精粉 再放点白胡椒粉 OK 这就行了,不用太多的料 把鸡蛋打碎 把鸡蛋里的沫可以把它撇一撇 现在鸡蛋可以倒进豆腐里 然后我们把狮子椒放里头点缀一下 也可以点绿色的,绿菜花都可以 好,中间放上虾仁 边上也可以放上 根据自己的喜爱可多可少 好,用一个电蒸锅 刚好放进去 我们放上一层保鲜膜 省着它一会儿水汽进去 好,扎几个小眼 OK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以后蒸15分钟 小火大火,然后保温 那我们就把它开在大火上 就可以了 OK 现在蒸了有20分钟了 打开看一下 我们把韭菜撒上 野韭菜叫 学名也叫熊葱 熊葱在超市买 两到三个欧元 大概也就三四颗吧 现在我们放一点香油 因为这里头我们没有油 然后很简单 因为我们这里头已经有盐了 就放点蒸鱼齿油 蒸鱼齿油也是很咸的 所以有一点就可以了 豆腐虾仁就做好了 简单营养快速 好,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您关注我 我是枫叶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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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